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投票统计 大概有1500人参加 这个投票主要是统计一下 大家平时习惯使用哪一款OpenWT的固件 通过这个投票结果显示 占比最高的是S到OS已经超过了50% 第二受欢迎的是EmotoWT占比超过了20% 具体的截图我已经放到这边了 当然了油管的投票最多是5个选项 所以说后来我就在B站发起了一个投票 放了十几个选项 截图我已经放到这边了 通过这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出一个固件的受欢迎程度 可能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技术是否硬核 这个代码仓库是否是最新的 是否使用了十下最流行的这个插件 而是取决于一个新手 在首次使用这个固件时候的用户体验 俗称门槛 那么门槛越低 这个固件使用的频率也就越高 但是话又说回来 虽然说SOS的占比是最高的 但是它也不能完全满足所有人群的需求 我就这样说 有的时候你觉得非常厉害的一个功能 在别人那可能就是不值这一提的 有的时候你觉得嗤之以鼻的一个功能 在别人看来可能就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上面两句话你都理解了 那么恭喜你 你就是个中年人了 那么如何才能调和这种矛盾呢 今天我们就换一换口味 介绍一下其他的OpenWT 三分钟按需定制自己的固件 并且尽可能的降低首次使用的门槛 除了固件本身我也会顺便讲讲 关于扩容和备份的思路 视频比较长希望大家点赞收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正在运行的 这个固件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Emoto WT 可以看到这个固件是非常的纯净 没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功能 但是该有的一些插件呢都已经集成了 对吧 然后并且呢大家在这个系统软件包下 可以看到目前的软件包呢是2GB的剩余空间 所以说方便后面我们再安装一些其他的软件 那么这样的一个固件是怎么构建的呢 今天我们就讲讲这个话题 没错 我想你已经想到了要想快速构建 毫无疑问就是在云端使用imagebuilder方式去构建 这种速度是最快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原版的OpenWT官网的一个构建的在线平台 通过右侧我们可以选择这个Lucy的版本 然后这边呢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一些机型 直接自己搜索就行了 比如说R2S 对吧 就可以找到这种机型 像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其实我发现了两三个 这个是官方的 然后呢这个KWRT KWRT呢是已经成立了两年的这个网站 并且它的细分非常的多功能非常多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就是跟这个官网的这个非常像 但是也是免费的 同时呢又包含了我们想要的第三方的软件包 所以我们重点讲这个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构建呢 尤其是这些参数应该怎么写呢 打开这个界面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自定义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预安装的软件包 以及首次运行的脚本啊 今天这个视频配套的这个文字教程 我已经放到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区 可能也会放在这个评论置顶的位置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图文和视频一起来看 当然了今天编译好的这个固件 我已经存了一份到我的谷歌网盘 就放到这里了 然后上次这个投票我也看到有一个留言 他说让我帮忙制作一个RES的固件 因为我看到他这个留言吧 所以我也顺便制作了一个放在我的网盘 就是这个RES已经放到这里了 包括了软件的信息都已经写好了 如果这位小伙伴需要的话 看到我的视频你可以自己来下载就行了 默认的情况下是这个样子 点击这个自定义 展开之后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填写一些第三方的应用 比如说科学插件啊什么的 都可以往这里面去写 到底什么软件有什么软件没有呢 总要有一个标准 我们不能随便自己瞎写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仓库 点击我这个博客 这个就是仓库的地址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天灵的固件的一些仓库地址 这就是所有的APP都在这里 假如说我们想确认一下有没有某一款插件 比如说搜索Puzzle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搜到了 就说明这个仓库是有这个插件的 我们再搜一个 openclash也是有的 没问题 homeproxy也是有的 没问题 ssrp 说明这个仓库是没有ssrp的 但是说实话 有刚才那三个插件就足够我们使用了 而且尤其是password跟ssrp呢 他们俩有很多共用的地方 也没必要都安装 这边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常用的插件 这个插件呢是为了焊化这个防火墙 因为默认情况下它可能是英文的 那这个插件的作用就是增加一个文件管理器 尤其是我们需要上传下载 这个我觉得是必须的 不能再精简了 然后这个呢是它的一个紫色的主题 这样会看起来更好看一些 然后这个呢是对软件包的这一块的一个汉化 也是必备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终端 就是方便我们在网页里面去输入代码 然后这个呢就是比较著名的几个科学插件了 一个是password 一个是openclash 还有天灵这个固件的一个特色 homeproxy 好这个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插件 如果是你的话 你还可以在这里面进行添加 都无所谓 好 如果说你的需求跟我是一样的 实际上你就直接下载我那个编译好的固件就行了 或者你就在这边点击复制 复制好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直接粘贴 注意一些空格的问题 重点就是下面这个脚本 我要重点讲一下 刚才我在片头已经说过了 我们尽量降低第一次使用的门槛 所以说这个UCI的脚本是非常关键的 我来分别讲解一下 我为什么要这么写 这个的作用是打开 腕口的防火墙 方便虚拟机用户 这是非常关键的 用腕口直接访问 相当于物理机用一根网线就可以搞定 当然了 你如果觉得不安全 你后期自己再关闭就行了 好 第二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设置了一个主机名映射 这个问题是为了解决咱们 广大的电视合作爱好者 尤其是安卓原生TV首次连不上网的问题 我把这个已经内置了 大家就不需要手动在自己设置了 那第三点是什么呢 我是根据网卡的数量来匹配上网模式的 假如说现在你是单网口 单网口的时候我就会设置成DGCP模式 这个如果你不理解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软路由当作是一台NAS NAS如果只有一个网口的话 你总要让它上网 所以说这样会方便我们联网 如果说后期你要再想设置旁路由之类的 也非常方便 因为有网非常方便 那如果是多网口 比如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网口 那就默认的 设置成静态IP 然后万口呢 还是保持开放的一个状态 我的这些修改呢 都已经写的这个固件的说明里面了 也就是说我总共就做了这么几个工作 第一呢 是修改了这个IP地址 由1.1改成100.1 因为1.1有可能跟光猫冲突 万口防火箱打开 方便外部访问 然后第二点就是增加自定域名劫持 并且设置这个主题 第三点呢 就是在服务里面装这四个插件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我们会讲一个扩容的操作 最后一点呢 就是根据网口数量来决定它的上网模式 如果你把这些都看明白看懂了 你就可以把它给复制下来了 点击复制 直接粘贴 就可以了 如果确定这些都没有问题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请求构件 然后三分钟之后就可以下载了 然后这边呢 它会显示已收到构件请求 如果这两行参数有错误的地方 那这边是会报错的 所以说大家尽量不要写错 而且这个请求构件的按钮 大家不要频繁触发 在一分钟之内不要触发两次 那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三分钟左右 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当它构件完成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镜像的下载地址 好 那这边经过几分钟之后 就显示构件成功了 最下方就有一个自定义下载 这里边有这么多种映像的格式 我强烈建议大家下载这种格式 就是Combine EFI 因为这种EFI的它是可以兼容传统BIOS的 可以向下兼容的 另外就是这里面还带了一个止读分区 将来如果大家想恢复或者重置系统的时候 也是非常方便的 它的大小也就是50多兆 非常小 减压之后也就是300多兆 好 当我们有了固件之后 我们打开软件包会发现 它的剩余空间可能只有200兆 这200兆怎么说 如果说你不使用Docker的话 这200兆绝对是够用的 但如果你要想后期想使用Docker的话 这200兆是绝对不够的 这里就牵扯到给固件扩容的问题 扩容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是直接处理固件本身 另外是系统运行之后再去扩容 下面讲一下这两种扩容方法的一个区别 其实就两点 一个是重置的区别 一个是升级的区别 首先说一下重置的区别 如果是固件本身扩容 那么重置之后 它还是扩容后的大小 比如说你之前扩到2GB 那么重置之后它还是2GB 因为固件本身就是2GB 如果是运行之后再扩容 重置之后肯定就是扩容之前的大小 第二种方法是有一定的弊端的 不太利于重置 再说一下升级的区别 其实升级就没什么区别了 因为升级的本质就是换了一个固件 所以升级之后都是新固件的大小 新的固件是多大就是多大 比如说新的固件是200兆 那么它就是200兆 新的固件是300兆 那就是300兆 考虑到升级并不是一个高频的操作 一个固件稳定之后 可能一年半载都不会再去换固件 反而是比较重要的 遇到什么网络问题 大家重置之后就好了 也不需要升级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 总之一般重置都是好使的 所以我个人更倾向于 使用第一种方法来扩容 第二种方法其实也更加简单 因为现在已经有PD大佬 给我们开发了一个第三方的插件 分区非常的容易 直接一键就可以分区 接下来我们就分别讲讲这两种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就把刚才构件和下载好固件 做一下处理 处理的工具 我建议大家直接是借助S到OS的环境 其实其他的OpenWT或者其他的Linux也可以 但是考虑到其他的OpenWT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来处理 因为最起码你得保证你的空间得大于2GB以上 很多OpenWT其实没有这么大的分区 所以说不太好处理 如果说你的OpenWT确实有这么大的分区 但是你还得安装额外这两个组件 所以这种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我还是用S到OS做演示 假设这个是一个已经摔好的S到OS 你要是没有S到OS的话 你可以自己使用U盘 在别的机场装一个或者在虚拟机里面装一个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文件管理器 点击这边上传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下载好的一个固件 我们首先先把这个名称先改一下 这个名称有点长 emoto wr7img.gz 我们直接把这个上传上去 点击上传 点击这个终端 接下来我们就cd到刚才的目录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上传的 接下来的操作可以对比博客来做 首先第一步是先解压这个镜像 把它解压成mg的 接下来就给这个镜像做一些填充的数据 当然这两个步骤其实可以二合一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复制下来 然后右键粘贴 好 现在它正在解压 这个gzip-kd的意思就是解压之后 那个原文件还在 已经填充完毕了 填充完毕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两gb的空间 真正赋予到这个分区 因为现在它属于一种挂载的状态 没有真正赋予这个分区 这个步骤就是使用party的命令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已经进入到 这个party分区的工具的 这个命令行的状态 输入print 它会有这样一个提示 如果出现这个提示的话 大家一定要输入ok 大写的ok回车 然后这边它会有一个警告 不用管它 还是输入fix 就是fix 回车 好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像的一个分区 结构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像 它默认就是这么大 一共也就是三百多兆的空间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填充 reset part 这个2代表是从第二个分区开始扩展 扩展到百分之百 好 我们这边输入reset part 2 百分之百 这样的话就把两gb的空数据 就完全给填充到真正的分区里面了 然后回车 然后我们这时候再打印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次它的空间就变成了2412兆 之前是315兆 这就代表我们已经填充成功了 然后我们输入quit 这样就退出了 所以说现在目前你看到的这个镜像 这个镜像就是处理之后的 这个是之前的 不要混淆 我们先把之前的删掉 这个是处理之后的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下载下来就行了 如果说你想进一步的压缩的话 你就直接输入gz 输入gz-k 然后这个镜像名称 这样就进一步压缩了 压缩之后它非常小 也就是50多兆 好 这边已经压缩好了 压缩之后 我们这边刷新一下 好 这个就是最终的扩容之后的 这个是压缩之前的 这个是压缩之后的 就是如果你放在网盘 你就使用这个小的 然后扩容之后的文件 我已经放在我的谷歌网盘了 具体就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命名上有一个2GB OPKG 就代表是扩容之后的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刷到机器上 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刚才扩容之后的固件 我已经刷好机了 然后直接点击登录就行了 因为默认没有密码 登录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系统 点击这个软件包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剩余空间是2.1GB 因为这个固件本身就是扩容之后的 所以说将来如果说你想重置的话 如果在这边点击重置 那么这个软件包还是不会变的 好 接下来我讲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直接在运行状态下 安装一个分区扩容的软件 就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是源自PDBOY这个大佬 给我们制作的一个插件 所以说我们根据上述的这个IPK 然后就写了一个一键安装脚本 然后实际上我们就复制这一行就行了 如果说你的固件没有终端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FinalShell或者是其他的工具 好 这边直接粘贴 回车 好 安装成功之后 这边会给一提示安装成功 大家可以退出一下 重新登录一次 然后点击系统 好 这次就多出了一个分区扩容 所以说这个工具非常简单 就是如果说你想备份当前的一些软件 那我们就勾选这个保留配置 然后这边就是用于扩展你的OPKJ的空间 就是我们俗称的软件包的空间 然后这个目标硬盘就是你现在正在使用的硬盘 然后它会把剩余空间都分配给软件包 所以说这种方式不是很灵活 你没法规定它的大小 当然如果说你有其他硬盘 比如说我这个有其他硬盘 你也可以把这个扩容到其他的硬盘空间 然后点击执行 我们看一下这个日志 好 现在正在检测 正在建立分区 执行成功之后 它会重启 这边会有一日志 它现在开始备份 好 现在已经备份成功了 设备即将重启 OK 那现在正在重启了 让我们稍等一会儿 好 那经过一段时间 它已经重启了 重启之后 我们点击登录再看一下 点击系统 点击软件包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软件包的空间瞬间就变成了54.39 这个空间正好是我的硬盘的剩余空间 所以说我们已经扩容成功了 我们可以看到左侧 系统下面还是有分区扩容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刚才它的备份是生效的 因为我们分区扩容的是 相当于是第三方软件 但是重启之后 你会发现它还在 以上就是我讲的这两种扩容的方法 接下来我再说一下备份 假如说你今天看了我的视频之后 想刷我谷歌网盘的固件 在升级之前 我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下备份 当然升级一般都是可以保留配置的 但是最好是做一个备份 以防外衣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先做一次备份 然后再升级 升级之后再恢复 这样的话 你之前安装的软件应该都还在 所以我的个人建议就是 先使用我一键备份 这个也是之前写的一个脚本 然后它也有配套的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参考那个视频 实际上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在终端里面执行这一句 就完成了备份 备份之后 它是这么一个TR.jz的文件 将来恢复的时候 只需要这么一行命令 就可以恢复了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步骤是 我们先执行一次备份 备份之后 大家可以刷写我这个新的固件 完成之后 我们再恢复 这样就保证万无一失了 好了截止到现在我能讲也就差不多了 今天的视频我们分别讲解了 如何快速的构建 自定义的固件 如何下载固件 如何给固件扩容 扩容的两种方式 以及最后的备份思路 现在目前的OpenRT固件 非常的繁多 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下载不同的固件 自己去亲自尝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